雲林西羅 韓冰阿嬤家附近 找到韓冰的表妹 她是韓冰小時候玩伴 眼中的韓冰 從小很有大姐姐樣 會帶她們去阿嬤家附近 距離三分鐘路程的 甘米餅買小零食 對於她有可能要踏入政壇 你的贊成呢 OK啊 對啊 我一定會投她影片 韓冰出生就是世家 也陪著老爸參加選舉大小戰役 兩年前韓國瑜參選國民黨主席 當時韓冰陪著爸爸 一起上節目 鏡頭前第一次露臉 讓大家眼睛一亮 韓冰再一次讓人驚豔 就是韓國瑜選高雄市長 兩年前後韓冰都是長髮 也很愛穿小間衣服淡妝 但比起21歲青澀的模樣 正在爸爸旁邊不太說話 現在23歲落落大方 應對更加得體 韓冰出生政治世家 從小耳濡目染 對於未來是否從政 爸媽態度大不同 韓國瑜扮白臉 李嘉芬扮黑臉 現在這個年輕人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他將來選擇他人生的道路 跟他的方向 我相信他有相當高的一個自主權 其實過程都是一種學習 雖然課業暫停 但是我覺得 反正學習的面向很廣 那這個站高一段落就要好好回去讀書了 相較於韓國瑜的開放態度 李嘉芬有不一樣的想法 他似乎覺得選舉結束 韓冰理應以課業為主 回歸學生身分 就算韓冰有意從政 得等到加拿大學成歸國 才有下一步 介於原理台中綜合報導 他就是用軍動作 公民的想法 我必須必須